去立委的職務 前台中市立委簡兆洞 二零一一年因涉及撞人趙陶 從此淡出政壇 之後蟲批白袍在大理區職業看診 未料再度傳出消息是理來病逝 檢兆洞在九月份發現身體出現異狀 就醫檢查赫然發現食道癌 轉移胃部準備治療時出血休克昏迷 兩個多月後仍因病過世 法醫高大成是檢兆洞的學長 也是長達四十年的好友 兩人情同兄弟 他眼中的檢兆洞及妻子間諜情深 妻子張芬玉 也就是現任的民進黨市議員 他在臉書悲痛寫下 檢醫師今天清晨離開了我們 完成他在世上七十載精彩的旅程 他一直都是這麼淘氣 愛抬槓和愛冷消微 相信他一定也很想念 和大家相處的每一刻 當即同志感慨不捨 八十幾年的時候 他投入我們大理市的一個市長的選舉 這個很少很少有這個民進黨籍的 那他在這邊開張P2 檢兆洞從政從醫治一路過的精彩 人生最後篇章 因病化下 休止符 一路好走啊 三連新聞陳一傑 張嵐智 台中報導